可愛的牛仔裙 非常非常有氣勢 然後氣頭很強 大鞋這個是一組的 我不會這麼的無聊 條紋的上衣就是 條紋的上衣 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 村莊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跟我敲碗 要我的村莊分享給大家 那我就把我手邊有的村莊 比較喜歡的幾件 一起分享給你們 分享的衣服通常都還是以我 平常喜歡穿的感覺為主 那我們就先來看我現在身上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是在GU購入的 我的吊牌 差點差 然後我會搭配這一件 也是在GU購入的 這個也是790塊 布料是有點卡其的布料 然後挺厚實的 他在口袋的地方是用這種 白線去車縫 所以讓你的卡其褲 看起來不會這麼的無聊 接下來是他的底部是這樣的 算是寬寬的褲子 下面是有流梳鬚鬚的 非常高腰的款式 而且他的褲長很長很長 他穿起來的腰會到這邊 已經超過我肚臍 應該有兩三公分上面 所以是一件非常高腰的褲子 這件是一件非常想夏天風格的棉麻上衣 他的材質就是透氣的棉麻材質 藍色的地方是比較實一點點 但是也是很薄的棉麻 然後他的白色的地方是有洞的 就是有樓空的 然後穿起來因為兩個材質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你的衣服會有這樣 Q起來Q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 穿起來是寬寬鬆鬆的非常舒服 黏麻像衣好啊 對不對 等他 等他 那第二件下面我搭了一件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愛的牛仔裙 牛仔裙是長這樣 他的料真的蠻厚的 整個都是厚實的牛仔布料 沒有彈性 他雖然做得像很有彈性一樣 可是他是沒有彈性的牛仔裙 再來我很喜歡他的地方 是因為他有口袋 兩邊都有蠻大的口袋 可以讓你放一些小東西 那拉鍊的話是坐在後面穿的 喔唷 你去那一個位置 再來是 這個是一組的 背心加上條紋的上衣是一組的 條紋的上衣就是 條紋的上衣 然後他這個料子是舒服的 不會有刺刺的感覺 但他不是那種 很軟綿很軟綿的料子 粉紫色的背心 那背心的下擺是像這樣 有樓空的 這看起來很像雞皮的材質 但他不是 他是有點像後學房那樣 給大家看一下 T恤穿起來是比較合一點點的 不是很寬鬆 但是也不是很緊身很貼身的那一種 然後還蠻顯瘦的 這就是我平常最喜歡最喜歡的穿搭方式 然後我要搭這一件 黃色的長裙 他算是有一點點直筒的A字裙 你看他大概是長這樣 但他其實是有點A字消下來的 他不是很直筒的那一種包臀的裙子 你們看他這個 他這裡不是有釦子嗎 然後這釦子是假的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不用每次都要把釦子解開 還這麼麻煩 要穿背心的話 搭這裙子的感覺就是這樣 是不是 這樣看起來這邊肚子就不會很大 然後骨盆也有被修飾的感覺 釦子的部分是還蠻長的裙子 然後呢 平常我在穿的話 可能不會搭這一件粉紅色的 但我要讓大家看一下這件背心的樣子 背心搭出來的話會露出這個 所以如果你穿牛仔褲啊 或者是寬褲的時候會很可愛 再來是一件超級有氣質的雪紡短袖上衣 這一件就完全是春夏可以穿的上衣 很垂很垂 然後藍色是非常有氣質的水藍色 袖子的地方 做了荷葉的袖子跟很可愛的珍珠 那這個我要搭配的是這一條 很可愛吧 我對這種聽接的顏色沒有什麼抵抗力 他屁股也是這樣 那這一件他就是要用釦子去扣的 這牛仔裙其實就是非常基本的牛仔裙 款式只是他這邊剛好拼接了這樣 我這個Size是M 但我覺得我可以穿到S 因為這一款沒有偏小 所以M對我來說稍微的寬鬆了一點點 可是他可以細皮帶就還好 接下來分享一件外套 他是一件很鬆很軟綿的針織超長版外套 袖子的對方其實就是一件很普通的針織外套 可是他因為他的料紙做的很散很鬆 然後衣長非常的長 所以穿起來會有一種很夢幻的氣勢 就看你的穿搭 如果你是穿洋裝的話 他就會非常的夢幻 那如果你是穿比較正式一點的服裝 他就會變得很有氣勢 來分享的是三件很復古感 然後很南洋風格的像這種雪紡上衣 那其實大家 我不曉得你們對我的了解是怎麼樣啦 因為我平常是非常非常喜歡這種衣服的 只是冬天很冷 沒有辦法穿這種衣服 然後夏天如果太熱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穿這種衣服 因為他很長 然後腋下會流汗 那這一件呢 他的特別的地方應該就不用多說了吧 因為他有非常非常多荷葉的裝飾 非常非常的多 整體穿起來就是一個很浮誇的復古南洋風造型的衣服 那這款我就覺得你可以搭個載裙 或者是白紗裙之類的 那你要很帥氣的話 也可以穿很貼身的黑色牛仔褲也很OK 這顏色我超級喜歡 我覺得他非常顯白 其實我喜歡的顏色除了粉紅色以外 綠色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顏色 在我還沒有喜歡粉紅色之前 我認定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墨綠色 接下來是最後兩件的洋裝 一樣都是走這種雪紡風格 然後很多很多的 小白啊小折啊之類的 有這兩件 那我們就先從這件的花色超漂亮的 他整個就是非常非常鮮的一件復古的洋裝 他算是蠻長的洋裝 他整個一直沿到下面 很長的一件洋裝 但不是到腳踝的那一種 說不定已經到了 還好還好 大概到膝蓋下面多一點 那我就換這件給大家看 好看到快要瘋掉的一件洋裝 好可愛啊 有腰身之後整個變得比較 淑女一點點 然後沒有腰身的時候就會比較可愛 比較日系的風格 我超級喜歡這一件的 而且他好舒服 他是有內裡的 已經幫你把內裡縫在裡面了 最後一件 是一件更誇張的復古洋裝 他稍微有一點點厚 然後我覺得他的顏色超級好看 他的顏色完全可以讓你的臉 變 變仙女的那種顏色 我超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他的顏色比剛剛我分享那個 變形蟲那一件學法還要漂亮 因為他是很紮實很紮實的墨綠色 但這個顏色的衣服看起來就會比較有氣勢 不能夠亂穿 就是要有化一點妝啊 然後纏一點點的高跟鞋這樣 要不然就是你本身的氣場要很強 才有辦法撐起來 很美超美 然後袖子也是一樣今年很流行這種雪紡 穿袖 我來啦 這件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氣勢 然後氣場很強烈很強烈的 以前洋裝 穿起來跟我平常的風格真的是差很多很多 我偶爾會穿這種風格 但我不會常常穿 而且我排便的時候更不太可能會穿這種衣服 因為比較需要去重要場合那種感覺 然後他這邊有附一個袋子 我覺得這袋子一定要細 如果你不細的話整體穿起來就會很像倒估 不曉得為什麼 可能是這領口的關係吧 超級好看 非常非常喜歡這一件洋裝 它的長度到這邊 算是很長的長洋裝了 但還不至於說會碰到地上的那一種 非常襯膚色 覺得它應該也可以稱為是一件比較文藝氣息的洋裝 它不只是有氣場而已 它還蠻有那種 文青的風格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有找到適合自己風格的衣服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平常習慣的網購的賣家啊 然後跟我的風格有一點點搭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貼給我看 其實沒有非常多不喜歡的風格 我就不喜歡辣妹裝 然後也不喜歡太太太太過於個性的 就像黑色的那一種 其他的衣服我覺得都還算是OK 如果大家有推薦什麼賣場啊 還是網購的地方再跟我分享囉 那 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如果還想要持續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不要忘記我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都要記得追蹤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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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馳